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中国多地持续受到罕见的寒潮来袭 被中国媒体称为网诈级寒潮正席卷中国 多地迎来入冬之后的最冷周末 位于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更罕见的出现降雪 形成沙海变雪海的情景 而寒潮一路南下在南方多个地区 则是一夜入冬冷气换暖气 中国中央气象台两天前更发布了 今年入冬以来第一个低温黄色预警 这股网诈级寒潮为中国大约80%的地域带来降温 那根据气象台显示 中国气温最高点和气温最低站点的最大温差 达到了摄氏76度 最高温度是海南宝庭的摄氏31.8度 而最低温度则是在内蒙古土里河 温度在摄氏零下44.2度 除此之外呢 23个省会及城市 也创下立冬以来的最低气温 打破12月的历来最低记录 其中北京的最低气温 甚至达到摄氏零下15.5度 创下70年以来的同期最低温记录 这场最强寒潮创下各种低温记录的同时 也让各地的冬天美景再一次同步浮现 随着气温不断骤降 中国黄山的第五角 也就是冬雪再现人间 从高空俯瞰 层层山巒之间生腾的雪雾 让山脉若隐若现 山林间的树枝也裹上了一身银装 为了一堵黄山的雪天美景 大批游客顶着严寒上山 当然也不忘了拿出手机 打卡牌照留个纪念 有的游客甚至直言 眼前的美景让它仿佛置身于 童话世界当中 黄山的雾松呢 它那个姿势 造型 镜业剔头 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童话也是一样的 看到这么漂亮的雾松 还有那个云海 它现在就可以看到很漂亮 镜头转到中国陕西 秦陵四宝科学公园 棕色大熊猫七仔 正左一口又一口地吃着竹叶 保育员透露 随着气温下降 为了让科学公园里的熊猫们 能够更舒适地度过冬天 它们会为熊猫们加餐 熊猫它本身 它的这个皮毛就很厚 它自己会抵抗这个 冬天的这个寒冷的环境 那我们保育员的话 也会给它这个 每天的窝头里边 或者是食物里面 添加一些它体内需要的 这些微量元素 而中央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个星期 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 将会持续偏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